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兰又称孙子并非汪小飞亲生 聚军夜半猪吃老虎将大S家底掏空 他再不出来赚钱就要喝西北风了 其实大S付出早有计可循 跨年的时候汪小飞带着儿女和新女友吃饭逛街 一向小心眼的大S竟然性情大变 大放地将孩子推给后妈 这不符合大S的性格呀 事后汪小飞还在微博晒出一家四口的合照 新女友搂着大S的儿子 和两个孩子完全没有代沟 看来玩得很愉快 汪小飞还送给两个孩子价值上万的名牌礼物 出手还是那么阔绰 两个孩子也爱不释手 网关宣恋情后 汪小飞彻底放飞自我 在直播间各种维护女友 看来汪总又坠入爱河了 有网友评论说她没品 一生要强的汪小飞立马反驳 我怎么没品了 还说你没见过真人 没资格说 不仅如此 还有网友大胆开脉说新女友是整容脸 汪小飞立马掏出自己的手机 给网友展示女友的童年照 满脸笑容地说女友是原生脸没整容 说完还与镜头外的女友对视了一眼 眼睛里都要流出蜜了 不禁想问一句汪总 真的有这么爱吗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 汪小飞直播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 沉浸在和大S离婚的悲痛之中 透露自己多想孩子 有新女友后 孩子也不念了 前妻也不想了 情敌剧俊叶也不骂了 果然忘掉一段感情 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但汪小飞在这个女友之前也不是没谈过 和网红张盈盈被扒出大量恋爱的证据 但汪小飞嘴硬不承认 张盈盈在网络上控诉汪小飞的 罪行还晒出自己和汪小飞的聊天记录 没想到汪小飞这么黏人 一直骚扰她 汪小飞嘴上说要和张盈盈结婚 但得知她怀孕后却迟迟不行动 还好张盈盈清醒 直接去医院打胎 亲手断了这段孽缘 她爆料汪小飞是个妈宝男 是张岚搅散了两人 面对张盈盈的控诉 张岚也毫不退让 直接在直播间大骂张盈盈是新机女 还说那根本不是汪小飞的种 如今汪小飞官宣新恋情后 张岚的态度缓和很多 没有正面回应过 但看汪小飞这么高调 张岚应该对这个新儿媳很满意 也不排除汪小飞借恋情炒作的嫌疑 大S看着前夫开始了人生新阶段 自然坐不住 要是聚俊叶的事业心强一些的话 她也不至于冒着被骂的风险付出 都怪自己选了一个窝囊废老公 大S用了两年的时间捧聚俊叶都没成功 人脉 资源 经济团队都转让给聚俊叶了 但是她还是只能接一些夜店DJ的活动 现在热度退却 综艺也接不到了 大S仅存的家底也快被聚俊叶败光了 大S坐吃山空 靠着汪小飞给的抚养费生活 但是两个孩子都到了花钱的时候 开销实在是大 韩国婆婆也不来往 甚至大S还要给她生活费 汪小飞和张兰去年抓住流量和热度大赚一笔 但当时大S为了面子一直隐身 错过了赚钱的机会 名声也没保住 如今在露面 关注度早就没了 容颜也不在了 大S对聚俊叶还没死心 过不了多久 两人就会合体捞钱 到时候可能会赚到一波热度 不知道跌落神坛的大S还能否拿到大女主剧本 完成人生逆袭呢 接下来说 付出的大S是假的 真大S已被聚俊叶 软禁在家 他在打什么算盘 最近大S付出的消息传遍网络 视频截图也被曝光 就当网友以为大S是缺钱了 所以付出的时候 有消息说大S的付出照是AI合成的 根本不是大S 照片出出的视频也没有找到 台媒那边也没有任何报道 所以很有可能大S并没有付出 关于大S退圈的传闻 是从妹妹小S口中传出来的 小S此前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大S很早以前就想退居幕后 大S说自己不想 曝光在众人前 就当制作人就好 不管再多酬劳都不想 看来大S在经历和汪小飞的事件后 不想再出现在屏幕前了 毕竟大S被黑料缠身 之前积累的口碑 在选择闪婚嫁给剧君业后 一再崩塌 就算继续待在大萤幕前 恐怕观众也不买账 那消失多月的大S 到底去哪了呢 自从和光头结婚后 大S就减少了自己的曝光量 狗仔连夜蹲守 在他家门口都没拍到 曝光的照片 也都是和朋友家人聚餐时的大合照 大S的保密工作也太严谨了 在曝光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 大S比之前圆润不少 也变老了不少 每次都是一位在剧君业身边 给网友透露一种 自己很幸福的感觉 大S真的不想搞事业吗 大S结婚后 就把自己的团队资源 转给了剧君业 所以他也失去了工作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捧剧君业 剧君业婚后接的 每次工作和活动 都会经过大S的手 剧君业的大部分通告 都是大S给他拉来的 不然剧君业一个韩国人 怎么可能在台湾娱乐圈混下去 节目上 陈柏林当着剧君业的面 表白大S 是在提醒他 要不是大S这层关系 剧君业不可能来这个节目 大S不是没有事业心 他之前也曾拼命地拍电视剧 上综艺 刚生完孩子 不久就和汪小飞参加真人秀 大S是喜欢出现在镜头前的 之所以消失隐身这么长时间 是被剧君业所逼 剧君业参加节目时 经常爆料大S的消息 因为这样他才能收获关注 为了流量 他在节目上 说大S病重瘫痪不能下床 吃饭喝水都要自己喂 将大S消失的原因放到生病上 大S为了不打剧君业的脸 自然就不能现身了 此外 大S消失还被传是因为怀孕 但其实 这也是剧君业策划的 怀孕消息一开始传出 是因为剧君业被拍到现身母婴店买纸尿裤 如果大S是真的生了 也用不到剧君业亲自去买 除非是剧君业为了热毒故意去摆胎 如果是这样 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大S生三胎的消息 瞬间引爆网络 网友把焦点聚集到他们身上 因为大S长久不露面 汪小飞又官宣了新恋情 大S和剧君业的热度也消失殆尽 最近一段时间剧君业也没有了工作 他为了吸引热度 自导自演了大S复出的闹剧 其实 大S目前还是被剧君业软禁的状态 大S以为剧君业是心疼他 不让他复出 其实都是为了钱 剧君业能在短时间内搞定大S还是有不少心机的 不过 大S还是有很大概率付出的 剧君业也知道他俩合体时的热度是最高的 但因为大S的状态不好 所以迟迟没有露面 等大S的身体状态恢复得差不多了 两个人就会同框捞钱 剧君业没有工作的这段时间 又飞回了韩国 但他过得还是很滋润的 整天和朋友聚会喝酒 早就把大S抛到了脑后 大S的两个孩子也不喜欢这个光头后爸 毕竟剧君业这个年纪都可以当他们的爷爷了 再加上语言不通 根本无法交流 两个孩子反倒很喜欢汪小飞给找的后妈 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两个孩子一点都不认生 一起合照的动作也很亲密 毕竟和老光头比 年轻的美女后妈对眼睛更好 大S被软禁的这一年 继续花得也差不多了 就算剧君业再拦着他 不让他露面 他可能也不会答应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